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历史记住 让人留恋的大道 就是有万国建筑博览之称的天津五大道 这里完整保存上世纪初设计建造的 有英 法 义 德 西班牙代表性建筑风格的小洋楼近两千状 是一本可以入藏世界建筑典籍近代中国历史的活的大树 这里一步一楼 一楼一景 近代中国看天境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这里居住过与中国近现代政治 经济 文化 实业 教育 动荡起伏油观的众多名人 五大道 一种情节 一种温馨 不少外国游人到此寻找昔日的传奇和浪漫 被历史浸润过的建筑味道是不散的 它的每个细节都生动得让人漫步停住 这所建于一九二一年神秘吸引中外英式尽头的静缘 原名乾缘 中国的末代皇帝清迅帝溥仪和婉容 被赶出资禁城后就居住在这里 现在正修一新 恢复溥仪居住的原样正式对外开放 小白楼 二战期间 犹太人在天津住过的地方 这里有着一种天津人永不消散的国际情怀 在新建音乐厅周围依染着环顾着 盛庄后的海河 包括袁世凯 冯国璋在内的五任民国大总统 居住过的风水宝地 每个天津人走到天边 仍要回来游 回来转的地方 现在已如清明上河般成了城市群足的景观带 天津利顺德大饭店 至今保留着中国最早使用的电梯 一九一二年 孙中山天津行的坐踏 为宛容跳舞放唱片的留声机 和宋庆龄 赵斯小姐弹奏过的钢琴 梅兰芳住过的房间 至今新温如故 留有蓝香 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胡福 在这里住过七年之久 天津风物处处有志 1887年兴建的这座维多利亚公园 是天津最早的公园 海河左岸 一世风情区 是亚洲意大利风味最足的地方 这里 有一大批上世纪初建成的 具有浓郁意大利风格的建筑群落 从尖顶塔楼到马可波罗广场 中外游人 在欣赏亚平宁半岛不同建筑风光的同时 可以品尝到原味十足的 义式咖啡和米兰西点 这里至今保留着老天津 耳熟能详的意大利领事馆 回力球场和汤玉林故具 翻译天眼论的颜赋 画如为佛的李书童 和清末才子梁启超 创作经典话剧雷宇的剧作家曹宇 都曾在海河两岸驻足居住过 历史文化凝固下的温馨 让人久难忘怀 古楼 天津老城的中心 好似聚集着一碗金味文化浓郁的老汤 于毗林的这条被天津人称作金门故里的古文化界 构成金味十足的楼库圣地 中国三大妈祖庙之一的天津天后宫 是年节香火齐安的福祉 两年一次的中国天津妈祖文化艺术节 让两岸三地的华人到此拜夜此行 这里非物质文化凝聚 著名的倪人章 风筝卫 杨柳青年画三大绝 后殿笔尖 天津中喜蕙翠 文藏典雅 可供现代游览的场馆众多 高山洋指的周邓纪念馆 环境优雅 庄重宁解 一对令世人膜拜的革命抗力 在这里静默地为天津 怂起了一座人杰的殿堂 平津战役纪念馆 告诉每个参观者 和平发展是怎么来的 天津博物馆内 占有价值连城 包括青铜 陶瓷 玉器 席印在内的二十万件珍藏 自然博物馆 居全国同类博物馆之首 其前身是1914年建立的北疆博物院 有各类标本三十八万件 存藏着上亿年的恐龙化石 天津奥提中心宛若巨大水滴 展示着一座城市柔和之美 建筑之美 动感之美 天津和谐安逸之外 到处金山秀水 纹身意远 城市后花园的绿色济州 千年古刹独乐寺 白塔 白首辽戴十一面观音 普渡千里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距今一千四百年的济县黄牙关长城 雄奇险峻 天宫人柱 似一条云海青龙 曲折蜿蜒 坐落群山悬崖之上 这里的群山风峻之起 山星水秀 即自然景观 史地人文两大城 滨海新曲经济的腾飞 与河海湖滩的资源间距 使天津滨海成为经济文化和旅游文化 合而为一的升文热点 经济发展 交通的链接 资源的完备 和宜居生态的现代化 带来都市观光 商务会展 和休闲度假的同步发展 天津 河海湖山环抱 独居地利 历史文化厚重 天津到处人文积淀 在迈向新时代的今天 这座中西河壁 古运惊辉的城市 愈发幻彩迷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根本本本本本本的